也是一樣下載下來 所以這個地方我是把它另存一個 一個那個module 然後裡面的話呢就是把那個檔名直接 直接就 把它直接從那個檔案裡面 直接找到了 然後當然它副檔名是.csv 所以我把那個檔名複製啦 我是建議用複製貼上比較不會錯 因為裡面還有一些什麼空白有個沒的 所以你少一個的話可能就出錯 那另外的話呢 還有它的副檔名就點csv 把它加上去 那前面的路徑是一樣的 所以沒改 那絕對路徑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絕對路徑還蠻好用的 你就不需要真的直接把它搬到你的那個什麼 你的根部底下了 然後其他基本上沒有做什麼修改 然後我把它讀進來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因為假設說你全部沒有用SPRIT的切割的話 直接把資料讀進來 它會出現一些錯誤一些一些問題 包含什麼東西呢 包含什麼東西呢 包含就是 可是我今天讀取的方式 我不用串 我直接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我把它PRINT 直接什麼 直接PRINT 它 PRINT 什麼呢 PRINT 那個LINE 假設我這邊 一樣把這個LINE 因為它讀進來的話 會是一個字串 所以你會發現我直接把它直接輸出來 你會發現它一樣會有這樣的問題 但是會多一些東西 好像這筆 這裡面好像我也多加了一些豆點 還有什麼其他的東西 那我就直接怎麼樣 在這裡 直接一樣把這個後面ECODING拿掉 然後呢 就直接輸出來 但是還是感覺會多一些東西 所以最後的話 一樣我就是再把它用什麼 就配合剛剛的方法 就配合剛剛的方法 然後呢 切割到那個一個LINE之後 那輸出的話 我就針對什麼 針對那個姓名 那個答案考核 這總共有四個欄位 有四個欄位輸出就可以了 所以輸出的結果 就類似長這樣子 OK 那將來當然還有一個需求 就是可能最後呢 如果從檔案讀進來之後 直接輸 就顯示在這裡好像感覺 還是有不足的地方 如果我希望怎麼樣 可以直接乾脆幫我丟到資料庫裡面 Seqlite的話 這個地方的話 就可以再怎麼樣 加上Seqlite的連結 然後呢 再利用Seql裡面 Insert into 有沒有 當然你前提 你可能要先建幾個欄位 總共四個欄位給他 然後再把資料一個一個 丟到我們Seqlite 所以後面 今天也許後面還會再提到 有關資料庫部分 怎麼樣再把資料讀取 再分別的塞到那個資料庫裡面去 所以這部分我想請各位務必要熟練 那再來的話後面 請各位再練習幾個練習檔 跟前面的這個部分有點關聯性 就是那個Mence CAI 我們前面有寫了一個 這個讀取什麼 讀取那個 那個月份 就是那個練習題 Mence CAI 我們放哪裡去 OK 有嗎 在這裡 OK 那這一題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如果說我希望 這邊有一個list 這個list有沒有 假如我今天希望 它不要直接就寫在這裡 而是透過什麼呢 透過外部有一個檔案 所以也許你們等一下可以練習什麼 把這個地方再建一個按右鍵 New一個什麼呢 New一個file OK 那file名稱也許叫 也許叫Mence 然後點tst好了 OK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第二步呢 請你把這裡面的東西 直接 Copy貼到那個裡面去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呢 再把這個地方 改成什麼 改成一個檔案 不過這裡可能要把這些東西 把它拿掉 裡面的話只剩 逗點吧 還是怎麼樣 反正就是這個地方的話 然後呢 再到這邊呢 利用檔案讀取的方式 把它讀進來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剛剛的話呢 當然如果你要讀取 Excel檔案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 把Excel檔案 轉成csv 再給Python去讀取 這個是方法一 後面還會再提到 就是 如果你要直接讀取 你就想說 老師我不要 轉換 csv 直接讀取的話 要怎麼做 這部分的話 而且後面我們再來 不過這個部分的話 需要 額外再安裝外部的套件 你才有辦法 去 達到我們 開啟Excel的目的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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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